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战斗机频出惊人之举 怕水的台风能否成功在未来航母上起降 它具备了舰载机的一个改造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英国海军未来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即将成型 台风上舰能否挑落F-35往整归来 台风基本上是没有女生性能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台风战斗机即将出口印度的传闻是否真实 今日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陈坚为您解读 欧洲台风战斗机与F-35竞争英国未来航母舰戴机的密闻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与航母擦肩而过的欧洲战机系列之 错失航母的台风战机 2014年5月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船体建造工作接近微生 再过不到两个月 这艘满载排水量超过7万吨的巨型战舰 预计将在位于英国苏格兰法夫的罗塞斯造船厂下水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总造价超过51亿美元 计划搭载36架F-35闪电2战斗机 成为仅次于美国福特级和尼米兹级的世界第三大航空母舰 不过有媒体爆料 英国皇家海军最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研制过程中 曾经计划使用EF-2000台风作为舰战战斗机 EF-2000台风战斗机是由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 联合研制的一种三代半战斗机 该机采用独特的压抑外形设计 具备良好的短距起降能力和优异的空战性能 多年以来 欧洲战斗机公司一直致力于将台风战机用于海军航母的可行性研究 这些研究包括对在航母起降所需的结构设计改变进行评估 进行飞行模拟试验以改进飞机的机动性 据BAE航空系统商务发展部门的副董事长保罗霍普金介绍 在多次模拟测试中 海军版的海台风在不到200米的模拟跑道上起降时 仍然可以挂载两枚空爆一影雄航导弹 四枚超视距空空导弹 两枚短程空空导弹 一具中挂油箱和两具宝型油箱 其挂载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的舰载机 研究表明台风战斗机上航母是何行的 欧洲战斗机公司完全可以在台风战斗机的基础上 研制出举世无双的海台风舰载机 欧洲战斗机公司一直希望台风能够上航母 而且英国未来的航母 伊德莎白女王号也计划要装配台风战斗机 台风战斗真的适合做舰载机上航母吗 如果真的要把它改造成一个舰载机的话 台风战斗机我认为还是比较合格的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它符合舰载机的一些基本的技术要求 比如说台风战斗机是双发战斗机 一般来说舰载机和空军的战斗机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空军战斗机的话我单发双发无所谓 反正我随时找一个地方不行的话破舰就可以 但舰载机不一样 茫茫大海万一只有一个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出故障的时候 你是要哪找落去 所以说一般最好是双发 即使有一台发动机出现故障的话 依靠另外一台发动机 我也能够勉强的着陆回到舰上 这是一个双发战斗 第二个的话它尺寸不是特别的大 它的空重是11吨 最大起飞重量的话大概是23吨到25吨之间 那么这个尺寸和重量的话是非常符合舰载机的特点的 稍微把它机翼 机轮的起罗架的强度做一些改动的话 机翼可以折叠的话就能够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此外的话 台风战斗机的短距起降的性能也非常的不错 这个也是舰载机所非常符合的一个性能要求 这是首先从技术角度来说 它具备了舰载机的一个改造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么这样说来的话 台风上舰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欧洲战斗机公司在台风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了海台风战机 我们来看看究竟怎么样 据媒体报道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设计之初 计划采用弹射器助推舰载机升空 然而这些弹射器购买 维修和使用的成本都很高 此外 如如弹射起飞必须加固海台风战斗机的起落架 因此会使得飞机变得越来越重 因此伊丽莎白女王号不得不放弃弹射起飞的方式 主要采用与俄罗斯航母类似的滑越起飞 而采用滑越起飞的方式 海台风战斗机似乎具备先天优势 据媒体报道 海台风战机装备了两台大推力的EJ-200波轮喷气发动机 每台最大推力接近10吨 推重比高达1.18 这使得它几乎可以像火箭一样垂直发射 在滑越甲板上起飞毫不回避 根据详细的模拟试验显示 海台风战斗机可以满载武器和容量滑越起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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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能做华越起飞 这对于台风战斗机来说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对于一个高性能的战斗机来说的话 只要能够弹射起飞 一般来说他们现在的短距起飞能力的话 也一定能够适应华越起飞 但是华越起飞的话 对于所有的舰载机来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起飞的跑道必须要足够的长 或者是你要损失一定的起飞重量 或者是携带量 对于台风来说的话 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用的华越起飞方式之后 它必须要牺牲一部分的它本来的优越的空战性的 或者是对地攻击性的 除非它要牺牲它的出动评次 那么解决这个方案 其实英国人也想到了怎么去解决 他说我加装一个叫矢量推力喷口 这个在第四代战斗机上已经普遍采用了 台风战斗机的话 已经可以应用这个技术 它试验型已经有了这个技术了 但是考虑到成本以及进一步的研发费用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目前还没有普遍装备 如果真的要装备的话 它可以通过在近距的起飞点的话 通过矢量喷力推口来提供附加的跃升能力的话 来实现它全载的大负荷载重的起飞 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台风要必须进行重大的技术改造 那么对于财力有限的英国人来说的话 这能不能做 这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了 那么无论是弹射起飞也好 华越起飞也好 台风的试验一直都是挺顺利的 它完全符合舰载机的要求 但是它就能够很顺利的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虽然海台风舰载机的性能十分优秀 不过就在欧洲战斗机公司加紧研制海台风的同时 一种新型战机出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候选名单上 让海台风的研制团队倍感失落 它就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F35闪电2战斗机 2001年1月17日 就在美国政府刚刚宣布开始研制未来联合打击战机计划的时候 英国国防部就派出要员匆匆赶往华盛顿 和美国国防部正式签署了一份理解备忘录 表明参加联合打击战机F35研制计划的决心 备忘录初步规定 英国皇家空军将提供巨国资金 从美国购买124架F35A型战斗机 而皇家海军则将购买36架F35B战斗机 装备正在研制的伊丽莎白女皇号航空母舰 随后双方就采购细节 举行了数次详细的谈判 并都达成了一致 英国从美国购买F35战机计划落定 瞬间就让英国未来的国防能力提高了一个台阶 不过与此同时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海台风项目被迫停产 英国皇家海军将自己未来几十年的舰载机研制主动船 拱手让人入国 咱们前面说台风上航母看起来是可行的 而且它还是欧洲自主研发的三代半战斗机 可是为什么就在登上伊丽莎白女王号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败给了F35呢 英国人当初在为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选择 舰载机的过程中间也是挺纠结的 它有很多选项 比如说最简单的选项 现成的一点钱投入不需要的话 现成的海药 我再继续生产就行了 太老了 对 这个实在是面子上也过不去 第二个的话 我用自己的飞机就是台风 我给它改造升级成海台风 第三个选项就是用美国共同研制的F35 那么在最后经过综合的权衡的话 它选择了F35 为什么这么选择 我想有两大原因 首先第一个 F35是第四代的隐形战斗机 台风基本上是没有隐身性能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第二个 台风的话 它是没有采用有缘相控制雷达 那么在第四代战斗机的对比下面 它是非常吃亏的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F35推出来的时候 当时全世界为之侧目 为什么呢 除了技术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超经济性 因为美国人当时的宣传的话 一架F35的造价就是采购价格是4000万美元 4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 当时第三代战斗机 比如说像F15的话 采购价格都已经超过五六千万美元了 就是你第四代战斗机的采购价格 比第三代战斗机的采购价格还要便宜 肯定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愿意说我也要买 英国人我想他也是这样 第一个那么价廉物美的东西没有不买的道理 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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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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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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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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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